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忠 洛亚报道 独家 三中全会难产 消息指军虎供出江绵恒 中共两会期间 原来卷入军队腐败窝传闻的 聚前生和徐中波两上将现身参会 被认为平安着陆 旅澳学者袁洪斌向大纪元独家爆料说 以火箭军腐败为标志的 中共军队腐败万千社面仍在扩大 前述这两人积极交代其他人 包括曾染指军工产业的 江泽民之子江绵恒 而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难产 也是这个原因 两军虎供出江绵恒 中共全国两会3月11日落幕 外界仍在关注 拖延未开的中共三中全会 何时召开 该会是官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和前外交部长秦刚等中央委员 可能被处理 与中共体制内有联系的 吕奥自由主义学者袁洪斌 3月12日向大纪元透露 三中全会还不能召开 原因是以秦刚 李尚福为导火所点燃的这起 习家军对习近平不忠诚的大案 还在延烧 该案牵连的高层人员越来越广泛 基本都是习家军的人 包括外交部 国防部 火箭军 战略支援部队 以及中共军工企业的许多高官都牵连到了 他还披露一个最新的动态 在查案的过程中 战略支援部队的司令居前生 和原来的火箭军政委徐中波 交代出这个案件 和江绵恒有直接的关系 居前生去年曾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将近半年时间 传闻被调查 直到今年1月29日 参加人大代表赴贵州视察的座谈会 1月19日 袁洪斌曾爆料说 聚前生本是被整肃的重点人物之一 但据中共体制内人士透露 聚前生认罪态度特别好 交代得特别彻底 造成更大规模整肃 去年7月 时任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 政委徐中波双双去职 李玉超是去年底被罢免的全国人大代表之一 徐中波和聚前生近日均现身参加两会 两人被认为以平安着陆 军中腐败大案由习家军腐败向政治团伙演化 近期的中共军队大清洗中 做事出事的包括多名上将 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前国防部长魏凤和 前火箭军司令员周亚宁 前空军司令员丁来航 前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 其他将领由火箭军装备部部长吕洪 火箭军副司令员李传广 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震忠 前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张玉林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姚文敏 及南部战区副司令员居兴春 前中部战区副司令李志忠 还有中共多名军工高层 包括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刘时泉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副总经理王长青 中国航天三江集团董事长冯杰宏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前院长王小军 袁洪斌表示 中共当局认为 这些人和江绵衡结成了一个 以经济上的贪腐勾结 权钱交易为基础的政治团伙 他们在私下一些非组织活动的场合 攻击习近平治国理政无方 袁洪斌说 此事现在已经由原来的习家军内部 对习近平的不忠诚 演化成一个和江泽民的残余势力 和江绵衡勾结的大事件 之所以迟迟不能结案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案件牵涉的人仍然在扩大中 另一个方面就是习近平现在举气不定 他还没有决定是不是应该利用这个案件 从政治路线上彻底清算江泽民 所以现在李尚福秦刚这些如何处理都不能对外公布 而且三中全会也不可能召开 袁洪斌还说 通过火箭军这个大案 习近平突然发现绝对忠诚的习家军是不存在的 他所培育起来的这支官僚队伍 绝大部分都是两面人 习近平忽然发现他处于两面人的包围之中 茫然四顾 包括像秦刚、李尚福这样的 他亲手提拔起来的蜈蚣之臣 居然在私下里都和江绵衡结成政治上的团团伙伙 这是他目前面临最大的危机和困境 江绵衡曾染指航天军工产业 大纪元发现 多名出示将领的发际路径 与西昌或九泉这两大卫星发射中心有关 而江绵衡曾染指中共航天军工产业 比如 李尚福1982年起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于20年 曾担任副主任、主任 张震忠曾任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参谋长 副主任、主任 张玉玲于2004年至2008年 担任九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 另外 2022年二十大前先当选党代表 又被取消的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 兼航天系统部司令员上洪中将 2013年12月至2016年 曾任九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 江绵衡早年在任中科院副院长时 曾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 神州五号副总指挥 与航天军工系统关系密切 根据中科院的官方网页 2011年9月24日 江绵衡还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慰问 并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及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官员会面 落马的江派前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曾分管的卫星装备方面 在这些系统过去有不少党羽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力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力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力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力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人参灶带 RA、RF、RG3、RH2 为高力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 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吃高力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鸿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 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鸿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